与特朗普打对台!六国商议利保一和协议 北京5月27日电,来自英、法、德、中、俄五国的代表常事与伊朗制定战略,通过保持持有和投资流动,同时规避美国实施的可能危及经济的制裁,来挽救一和协议。 一和协议签署国联合委员会副外长及会议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于当地时间5月25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 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上旬宣布退出一和协议并重新实施对一制裁后,协议相关方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欧洲的一和协议签署国表示,他们会与伊朗讨论修改协议的问题,不过,伊朗官员警告说,此次会议只谈一和协议本身。 路透社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3日向欧洲国家提出留在伊朗和问题全面协议的条件, 要求欧洲保护伊朗石油销售免受美国制裁并确保邀贸易。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日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且不讲信用,并警告说, 如果,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面临和萨达姆一样的下场。 图为伊朗外长鲁哈尼,图片来源,欧洲新闻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曾威胁称,如果伊朗没有改变其在中东的行为,将遭受史上最强硬的制裁。 此次会议的目的是磋商如何保持协议有效,避免外国在伊朗的企业遭到美国制裁的波及。 对此,一位欧洲外交官表示,我们会尽力保护伊朗协议,但我们不抱任何幻想。 俄塔社25日报道称,对于伊核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罗斯的立场众所周知,我们认为,伊核协议应该保留。 同时,伊朗正在履行几方所有义务。 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24日发布报告称,伊朗仍与该机构保持合作,并继续执行伊核协议。 报告显示,伊朗在油浓缩等问题上仍在执行协议规定。 此外,伊朗仍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 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批评伊朗拖延协议框架下的附加议定书补充调查。 Kia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ZoneWords App WeChat Line SNS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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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